一般来说猫通常我们都是打一个三合一或者四合一的针 三合一的话会有一个叫phenyl penicopenia 即是Pavovirus 引起 我们俗称是一个叫猫瘟的针 会令到它疼瘩 另一样东西就是phenyl virotracheitis 即是鼻气管炎的病毒 属于上呼吸道感染的一种的病毒 另一样东西叫Kalese virus 是一个卡西里病毒 有些如果四合一的就会加上一个英姆热的病毒 要看回那个情况 如果猫仔从来没打过针的话 通常第一支针在6个8个星期大 接着一个月之后即是大概10到12个星期就打第二支 接着一个月之后大概16到20个星期就会打第三支针 打完这三支针之后 现在我们的建议是有一年或者三年之后要打个月防针 可以这样说 因为有几个说法 以前来说传统上是一年一次 但是现在有些研究者说 如果他不出街那些可以去到三年一次 预防针也要有一个潜在敏感反应 我们最担心这件事 如果有一般敏感反应他会口腫面腫 猫来说可能会吐很多次 有机会在几分钟甚至到一天的时间里发生 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 就绝对要尽快带回来诊所打抗敏感针 因为严重的话 他有机会有去到死亡 他会呼吸困难 那些可以很严重的 一个一定的做法 有些动物打了针之后 头一两天可能会不是好玩 闹一下情绪 那些都是可以说是正常的 有时候打完针的位置会会腫一些 那些一般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他会一段时间就会消散 如果长期有个肿 那些就要继续回来看医生 因为很少部分的动物会有机会引致癌症 那些 探热 动物来说都是光探的 其他位置是不准确的 没有像咳咕咕的那些 大小耳边正常 体温正常 三下8.2度是属于正常的 我做了几本检查 她看我眼睛的反应 这样 这就要看耳朵了 看看有没有太髒啊 因为耳朵干净 看看牙齒 我的耳朵 有叉牙齒? 好 接着听听心肺 有叉牙齒 心肺正常 我没有兔子 运气滴室的那些 有了? 没了? 预防性治疗 肚子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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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可以打针 肚子可以打针 肚子呢? 上次到 应该超过半年 肚子可以打针 肚子有什么 肚子有什么 特别要留意? 还是 预防针 一般的肚子 肚子可以渡 likelihood 肚子 WiFi Brett 肚子渡渡 肚子渡游 肚子渡游 肚子游 ık 感谢观看